老虎 孫子 第一名的好生年 我倒沒人忘記了 來到成功橋下掃接敗票 武黨籍立委候選人 王省之一一握手拜託 尋求選民支持 這邊很有機會 有機會啦 因為大家都要去辦公室 我覺得自己的氣象很好 再麻煩喔 謝謝 謝謝 向民眾自我推銷 王省之掃接敗票 雖然沒有大陣仗助選團 但堅持走入基層 各個角落 希望能夠獲得選民認同 在最後的幾天當中 我們衝刺的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也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每天大概都分六七組人 每天十幾個小時 在全基隆市到處跑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基隆人 看到我們的好 以及跟我們一起相信 政治仍然有美好的可能性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也不斷地呼籲大家 選藍選綠 不如選專業 選黨選派 不如選專業 我們覺得作為一個公僕 必須要把他最專業的樣貌 呈現出來給所有市民看 而現在最關鍵的是 再過幾天也會有政見發表會 我們甚至希望能夠邀請 其他幾位候選人 是可以跟我們清楚公開進行辯論 而不是不只是政見發表 所以我們特別去租借了海洋廣場 我們希望能夠正式地邀請所有候選人 在海洋廣場跟我們進行一場公開 而且透明的辯論 讓所有的市民看 能夠把政見端出來 讓所有的市民可以分辨清楚 誰才是最適合代表基隆市的鄉親 能夠進入到立法院 選戰一路走來 亡省之堅持理性討論政見 也呼籲選民最後關鍵 應該關心是候選人提出的政見 而不是淪為政治口水 在這次的選舉過程當中已經到陌生 我們其實覺得非常非常可惜的是 只看到藍綠兩大黨的主要候選人 彼此相互攻防以及攻捷 這件事情我們覺得 反而是壓縮了政策論述的空間 我們從頭到尾都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第一 基隆市的根本性的問題 如果要能夠得到改善 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 應該會是一個對基隆最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林佩祥卻公開場合表示他不同意 而我們也同時看到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是基隆下一個階段最大的危機 我們卻看到藍綠兩黨的候選人 卻同時都表示贊成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覺得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 讓基隆的鄉親看清楚 到底哪一個政策以及哪一個做法 才是最對最好的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關鍵 候選人全力吹票 要利拼最後的勝選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我是王行師齁 上邊一個